有一个好的圣诞老人 就会有一个坏坏的克劳斯 好圣诞老人知道圣诞节礼仪 一旦你进入房子后 直接走到树旁边并放好礼物 最重要的是不要吵醒任何人 他甚至不会大声咀嚼 因此不会打扰别人 他是如此的贴心 但是坏圣诞老人是震撼开场的大师 好圣诞老人在工作时会尽量保持安静 噓 不要动 没有人能听到圣诞老人在屋子里 礼物是我主要的见证人 但是坏圣诞老人不擅长偷偷摸摸 嘿 所有人听着 圣诞老人来了 撞得好 很棒的是 每撞在头上 早上好 这是一个漂亮的圣诞节 醒醒肚子 早上喝一杯牛奶使我保持年轻 圣诞老人的房子总是干净整洁 但是如果世界上有一个好的圣诞老人 那就意味着在某个地方也必须有一个坏圣诞老人 啊 他在这儿 醒醒 克劳斯 你必须去上班 嗨 坏圣诞老人不喜欢早起 好像昨晚有人和他的训录开了疯狂的派对 嘿 克劳斯 孩子们在等你 快起床 没用 佳鸡来了 拐棍堂是很棒的开瓶器 汽水太清爽了 我准备好过圣诞节了 你呢 坏圣诞老人的厨房 绝对需要进行一些深层清洁 好了 我们用这个罐子吧 精灵会清理它的 好 圣诞老人的美好传统是 在袜子里放上糖果和礼物 但是 对于坏圣诞老人来说 挂在壁炉旁的长袜 只是用来方便他换袜子的 啊 正好是我的尺寸 哎呀 太难闻了 我不觉得从去年圣诞节 我换过这些袜子 祝你们拥有香香的圣诞节 孩子们 哦 天呐 好臭 请接受我们的道歉 孩子们 好圣诞老人会仔细检查 今年所有好孩子的名单 他从不漏掉任何人 我们来看看这个小家伙 想要什么礼物 这是他的信 给克拉克的礼物 明白了 下一个 他的工作完成后 他吃了点心 但是坏圣诞老人 有自己的方法 来检查他的假期邮件 多么长的单子 我一定有一个庞大的粉丝俱乐部 我们来看看这些信封里有什么 啊 现在我知道今年谁最好 我无聊死了 啊 自然在呼唤 好的 从A到K的每个人 你们跟着我 好圣诞老人 在北极大学学习 礼物设计和包装方法 他是专业人士 精灵 我需要不同的蝴蝶结 快点 这会很完美的 准备好了 每份礼物都包裹着爱 但是坏圣诞老人 不在意礼物包装 天然的装饰品 这很时尚 脆脆的玉米片 而且没有彩蟹 你就没法过圣诞节 我们为了这个礼物 加上一些彩糖 然后浇上鲜奶油 好吃 行了 我现在可以把它包起来了 圣诞拼贴包装纸 还有胶带 这样可以更快地撕开 还有蝴蝶结 当然 全部做完了 我是礼物包装之王 精灵 送走吧 这个礼物只能送到一个地方 垃圾桶 圣诞老人 圣诞老人为最好最棒的孩子 准备了非常昂贵的礼物 年轻的彼得帕克在旅行时 拯救了整个班级 所以我给他买了一个iPad 我把它包得很漂亮 他会喜欢的 但是 坏圣诞老人会同样谨慎地选择礼物 新的iPhone 给一些不认识的孩子 好像是 好吧 我会给他一个惊喜 搞定 啊 是圣诞节 一年中我最喜欢的一天 礼物 哦 哇 这是一部新手机 等等 我不记得这张照片 我睡觉时 有人拍了我的照片吗 我被监视了吗 这么多饼干自助 哎呀 这很麻烦 我应该选哪一种呢 好多选择 哇 这间厨房需要深层清洁 这样好多了 现在该做我们的圣诞美味了 面粉 鲜鲜花蜜 圣诞油 祝福食鲜的糖浆 回小撮节日魔法 把它们混合在一起 这是怎么回事 谁闯入了我的厨房 哦 我们这儿有什么 本师弟最失望的是 所有的食物都在哪儿 下班后 你才可以吃东西 克老斯 孩子们在等着呢 非常幸运的孩子们 可能会瞥见 学校上的圣诞老人的影子 但是 如果你没有那么幸运 那么 坏圣诞老人 可能就在你的树下 睡着了 你喜欢见到我们的两个圣诞老人吗 那么在评论中写下 在圣诞节期间 你想在你的房子里看到哪个圣诞老人呢 亲爱的朋友们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点赞和点击铃铛 不要错过呜呼上任何新的圣诞故事哦